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6日 星期三 星期四 大家好 今天有重量級嘉賓在這裏 益大家 志同道合 一起做節目 多謝袁爸爸幫忙 幫我們想了解決辦法 我們現在 還要咬緊牙關 大家記得幫我們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幸好我們後備 星期二新聞集團 已經可以開通廣告了 未來可能會撿回多一點 多不少也好 最重要是有嘛 不是每天都八糟 我們 會頂下去的 大家放心 盡量頂 這一節想說一下全球疫情問題 昨天掌握的最新數字 美國108萬宗 英國超過20萬 法國超過20萬 現在的數字 全部都 倍數於去年 去年英國超過5萬 嘩嘩嘩嘩嘩嘩嘩聲 現在20萬 好像沒有感覺了 我剛剛在美國上飛機之前 原本來英國 如果你中了疫苗就已經可以了 我為了安全 再種了第三支 因為我不想被惹到 或者被惹到 被惹到別人 變成我的旅行就不方便了 實際上我不太害怕了 但是呢 誰知道呢 上飛機之前 英國這邊 又多了一個 規定 要檢查一下 要檢查一下 有沒有感染 無辜拖了我 遲了班機 但是呢 突然之下 那些人比較緊張 但是就不太緊張 在街上 大家都很自然 在美國那邊 基本上 數字很大 但是就不緊張 市面上沒有什麼異樣 完全沒有 我也認識很多人都被惹了 這幾天 我在加州有幾個人惹了 在華盛頓 朋友有幾個人惹了 但是呢 現在的人惹了就沒有什麼 好像有藥吃 吃了藥就沒事了 美國這些藥多數是免費的 所以就準備自己吃 之後呢 他就覺得自己 抗體 更好了 所以這個現在變了 這件事變了 很自然的發生 反而 那個靈容忍 將來是造成大禍 現在英國這邊都是這樣 我們的朋友 全部都說 輪著中 中了 中了 家人中了 我們黑池有住客就搬了出去住 然後就跟我們說 Toni 我中了了 我現在有醫院了 如果我將來出不回來 你們記念我了 但是最近已經出發了 去賭場賭錢了 現在很誇張 英國的數字 1月5日的數字是 194,000 確診數字 他好像突破了20萬 這是1月5日的數字 他當成是20萬 很誇張 法國也是 法國也是超過20萬 現在英國的地圖是黑色的 年輕人 二十多歲的打球 好像那些打籃球的那些 那些運動員來的 他說 他和他所有朋友都中了 全部都中了 但是 很奇怪 以前你中了這些 肺炎之後 你要隔離10天好起來 要最少隔離10天 現在縮短了隔離期 現在他說5天可以了 那意味著甚麼 意味著無料到 英國一直都有這樣的說法 群體 他原本是開始的時候 記不記得是不肯打疫苗 所以他有兩個這樣的想法 實際兩個是一個混合做法 你打疫苗可以減低很多 然後 反而惹了很多人 變成群體效應 這個也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來的 看來西方 基本上都是走這條路 疫苗又照樣打 感染又照樣感染 越來越多人打了疫苗 打了感染之後 那個殺傷力 小了很多 他們已經有人說 搞了今年 這件事就完了 變成了感冒 但是 香港 澳門 大陸 就不是這樣的事 我想說一個故事 如果你一起來 你出街的時候 所有人都變成了西藍 究竟你是怪物還是他們是怪物呢 澳門 澳門宣佈 從星期日開始 到23日 全面禁止中國 以外的所有地區的飛機 抵達澳門 澳門最新的公告 香港有很多航空公司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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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乎是停了 所有航空公司的國泰澳門都停了 他們現在封關了甚麼事 25號是甚麼意思 封關的定義 那個是還未至於的 人的封關 是不是人的封關 那個是傳的 沒有人的封關 我聽說 傳的會停貨 封關 但是 現在政府出來澄清 不會停貨 封關 其實是變相的 因為你不給飛機來 那跟封關有甚麼分別呢 首先要談一下澳門 澳門 說 不給中國以外的所有航班進入 除了 anything but China 中國來的就是沒有毒的 全世界都有毒的 到時 會出現的情況就是澳門跟世界脫軌 整個附近 豬三角地區 現在打算這樣做 澳門 做先行者 香港 未今可能會跟 因為澳門是這些叫積極份子 以前中共最多這些積極份子 我本身不夠紅 香港看到他那邊 人家要這樣做 不如我都要表忠了 我都封關全世界 除了中國來的韓國 我都封鎖 香港有機會跟隨 香港有機會跟隨 這樣就糟糕了 但我不太明白他這樣做 他跟著大陸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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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開東運呢 東運不是小人的 東運運動員 然後他們的教練 服侍他們的記者 那麼多傳統記者 你怎麼指得住 所以這件事很好笑 香港人說要罵國泰 罵過空笑 你只是搞過東運 一群人來 保證出事 還有來自不同國家 我看你怎麼追蹤 那群寶貝的 挖得起雪的人 每個人都有錢 又有身份 又有自尊心 又有自由 肯定說自由也不是 我不明白你怎麼管 這群人 我會低估了一個問題 因為你想想 香港有誰去罵骨雪 有誰去打保齡球 保齡球你的門檻要保低 滑雪幾十萬 滑雪幾十萬 是不是要花幾十萬 你的身體要是從世滑起的 像我們那樣的年紀大去滑 骨頭都斷了 所以整個身體要是從世滑起的 所以這群人是 什麼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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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 所以這群人 我告訴你 這件事難搞 全世界記者也在這裏 這件事很難搞 我不知習近平怎麼說 他不明白 習近平不會滑雪 其實他不知道滑雪是什麼 這個人對別人的外國文化 實際就不太懂 他會小學畢業 他會用熊衛兵的時代的眼光來看 我們沒有得補責 你有補責 你們不如不要學英文吧 補雜社 好像是嫖娼一樣 好像是獨犯 說出來很重要 沒有了 就沒有了 你解釋給他聽 又說要混合 他不行 他的腦子不行 他是簡單的腦 還有那個陝西省委書記 他說 這個西安 是社會層面的清零 你看得到他不准有 全部把集中營 沒有人權 基本上他把每一個人民 都是伸促 香港在學習 很恐怖 香港現在跟你說 關鍵數字是79宗 這個01爆料 說79宗之後就會有幾何級數 爆升了 就會控制不了 坦白說 他說過很多次 這個號碼 我不知道怎麼計算出來 但其實我們一早都說 全世界一人就封關 一個人也不要讓他來 不然的話 你就會爆了 台灣也是這個問題 這種零容忍 這個做法 這個後果 可能將來就是 消滅中共的事 當然這個武漢病毒是他的東西 他引起的 他又在那裏搞武器 又在那裏搞實驗 但是 最後我估計 大家我們來談談 這件事就是 亡黨亡國 是不是會因為這件事發生 因為習近平一上台 他就聘請了幾百個不同範疇的專家 研究蘇聯為什麼會倒台 然後研究中國歷代的暴政 除陽帝 秦始皇 夏傑雙袖 為什麼會亡國 他就綜合所有的機會分析 我們什麼不做 什麼不做 什麼要加 最終 沒有想過疫症 而且他不是死於疫症 他也是死於防疫 你想一下 他們現在的防疫就用中國最原始的防疫 就是封村 你這條村有疫症 整個村子封了 你裡面餓死不要緊 別出來 這樣就沒有疫症了 就不能傳到隔壁了 這個方法是以前的 歷史上就是用這個 你也不怪他 因為他不懂得所謂現代的那種問題 可以群體效應 他不懂得這套東西 你跟他說 他就立即說 有沒有搞錯 我叫你零 你現在說我的群體 現在的姓張 上海的姓張的醫生 都反了口 我跟他說 每一五 隨時都在監獄 他就說他贊成群體效應 最近都要轉口 因為上面的風向是要清零 習近平這個是死命令 最大膽的醫生 都被他搞定了 我告訴你 這次 東澳 我就不信 傳不到進去 而且傳進去就是北京 因為東澳本身就是北京 這次我就不信 這次很精彩 幾千人 我估計是一萬人的 一萬人進去 我不信 我可以帶不到進去 而且傳了之後 那個所謂的效應 那個擴散的效應 會快到驚人 看著這場的效應 北京真的死在東澳手上 完全死在東澳手上 東澳兼了你剛才說的 防疫的那套方法 變成大家沒有抵抗力 他們的疫苗也沒有抵抗力 突然之間最厲害的那個疫苗 這樣來 就不是美國的那一百萬 可能是一千萬 以這樣的數量來上 這絕對不奇怪 剛才我也說了一個故事 如果你早上出門口 發現所有人都變成了西牛 而你沒有變成西牛的話 那其實 究竟你是怪物還是他們是怪物 一樣的 美國如果有500萬確診單人 英國有100萬確診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時候 那些國家就會開始糊塗了 因為他再提防疫 沒有意思的 不如我們大家通關一下 到時 全世界通關 只有一個地方不通關 就是中國 香港 澳門 現在美國的確診人數已經差不多 等於英國全英國人口了 五千七百多萬 全英國的確診人數 中共那裏確診人數 確診人數 譬如他要封幾個城市 他唯一的辦法就是封城 那你會怎樣 後果 譬如其中有幾個確診人數 他不夠力量 你封城 很大力 你現在要搞定 每分鐘都崩潰 每分鐘都真的 做飯 很慘 被他這樣困住 很慘 但如果有兩個人控制不了 整兩個城市的朋友走出去 你就糟糕了 軍隊的問題 跟當年正是一樣的 你是山西軍隊 你去河北 你去河北的旁邊而已 但是如果你去福建 你去福建 你去河北的旁邊 你去沿著人家 不讓人出來吃飯 吃飯也會打的 那也沒有問題 你會鎮壓人家 但是你會接到電話 你山西老家也封城 廣東軍都上來 就鎮壓你山西人了 不讓你出來吃飯 會怎樣 當全國都出現這個情況的時候 他不可能派本地軍隊鎮壓 因為本地軍隊對你的時候 你鎮壓不下手 他只會用 北面的人就來南面鎮壓 南面的人就來北面鎮壓 最終全國一定會帶暴動 我看來最好有廣東一個城市 中招 如果一封一塊廣東城市 他就慘了 廣東人造反那種的 廣東人最難搞的 最難搞的 所以這件事很有大機會 而且這個是亡黨亡國的機會 這個我們也覺得很大機會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 打開節目清單播放 以及訂閱我們的新頻道 因為這個新的星期二新聞雜誌已經有2萬了 各位撐住 星期二不能賭得的 好 謝謝 拜拜